韓國首爾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認定的設計制度 今年3月落成的東大門設計中心 它前衛的造型結合了博物館、會議展覽場、設計研究所、市集以及歷史文化公園 再一次的宣示了東大門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成衣設計批發中心 它這樣的一個決心,我們都看到了 這座歷史八年,耗資新台幣565億的設計中心 不只只是一座具有外觀的空殼建築物 首爾市政府早在2000年的時候,就成立了首爾時尚設計中心 14年來,每年透過提案面試,臨選出50位年輕設計師 創建個人品牌 不僅創造了東大門的經濟奇蹟 也培養出一群足以撐起東大門設計中心的核心骨幹 在我國台中市的國家歌劇院 預定在今年9月取得使用執照 這座具有國際建築大師伊東風雄所設計的建築體 結合了大、中、小、劇場三座建築館 號稱將足以媲美雪梨歌劇院的世界級地標 然而我們準備好了嗎?文化部,準備好了嗎? 場館即將落成,卻仍不見經營團隊整裝待花 首爾花了14年培養人才及產業 甚至藉由今年最火熱的韓劇 來自《星星的你》作為開幕的宣傳 但我們在興建國家歌劇院的時候 是否也同時想到了要加速培養 國家級台中在地表演藝術團隊 以及藝文欣賞人口呢? 是否也思考如何吸納 來自世界各地的藝文欣賞人口呢? 建築新穎、亮麗 終有可能被取代的一天 然而透過人所注入的溫度和靈魂 才是建築物所存在的價值 這就像房子 如果沒有人住的話 他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家 本席再次呼籲文化部 要要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會 盡速領選 具國際能力與經驗的藝術總監 讓他籌組國家歌劇院的經營團隊 規劃他的發展願景 用表演藝術賦予建築物生命 提升我國表演藝術的水平 以及產業的多樣多角多邊化經營能量 並強化國民藝文享受的權利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